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机战打得很好 七连打垮了敌人三次冲击 二班打得更出色 攻势被炸毁了 他们跳出攻势 发起两次出击 杀伤敌人三十余名 李贵第一次参加对国民党军的战斗 打得非常勇敢 战斗结束后 连礼给他评了三等功 十二月六日 七团攻击除灭 尖敌四十一军两个营 第二天早上 有个身穿国民党士兵军服的四川 兵压着五个俘虏 五条步枪和一门六勾炮 被二营的战士押送到七连来了 谁知连的干部都不认识他 盘问他 他说 我就是七连二班的吗 你是二班的 我们咋不认识你 连长叫来排长 排长也不认识 这时四川兵才说 我是昨夜解放的 不信你们去问问那个广东人 这个四川兵被带着走进两班 看见李贵 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 把大家的弄得莫名其妙了 随后 李贵讲明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 昨晚七连突破敌人前沿时 二班冲进敌人县口 打掉了一个地堡 随后遭到前面土围子敌人的反击 二班的手榴弹快拼完了 李贵马上一回身 钻进刚才打下的那个地堡 摸到一大堆手榴弹 天漆黑 他正摸着出地堡门 不料一脚踩上一个躺在地上的人 那人轻轻吭了一声 一问 才只是个装死的国民党士兵 李贵把他扶起来 说 我也是才解放过来了 共产党为穷人 解放军带士兵独兄弟 你要调转枪口参加战斗 短短几句话 他就把这个死人说活了 于是 李贵立即动员他 一起去攻打土围子 他说 好 我来带路 重新又拾起他的步枪 为了让其他解放军好识别这个火陷入伍的新兵 李贵急忙给他在左臂上 附上了一条白毛巾 两人把地堡内的手榴弹搬上阵地 李贵便带着他勇猛地向土围子冲去 他们冲进土围子后就分散了 那个四川兵就跟着兄弟部队 一直打到战斗结束 还抓了五个俘虏 交了几支枪 天亮以后 二营发现他们来历不明 扣押起来 这个四川兵再三争辩 说自己是七连八二班的战士 手臂上的白毛巾可以作证 二营指导员一看 毛巾上面有鲜红的支援前线四个字 正是根据弟老乡送来的慰问品 是昨晚的联络标志 这才把他们送到七连 就这样 这个四川兵也参加了解放军 战后拳 团举行庆功大会 四川兵被评为三等功 李贵则声为了班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